现在以色列的立场当中 令人更加担忧的是 他们开始拒绝两国方案 我们也注意到了 内坦尼亚胡就表态说 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建立 巴勒斯坦国的建立 是令他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情 随着现在看到 英国天空新闻台是批评说 以色列的军事战略 与其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如果两国方案 是以色列的政治目标 那么他们就会寻求 保护加沙的基础设施 而如果以色列的目标 是扩大领土范围 那么清理加沙 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 就成了一个选项 那李先生您怎么来看 相关媒体的这种观点 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认为以色列的倾向 还是两个 一个他坚决拒绝两国方案 他倾向于两个选择 那么首选 当然还是把加沙地带的 巴勒斯坦人驱赶到沙漠里去 驱赶到西南半岛 虽然一开始他有这个图谋 而且美国也帮助他在做工作 但是美国在做工作 碰到埃及 约旦这些 断然拒绝之后 美国认为这是一条死胡同 所以转而寻求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来接管加沙 但是以色列断然拒绝 从目前的情况 他仍然没有放弃 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驱赶到沙漠的地方 那么现在还处于一种挤压的状态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推而求其次 驱赶不了的话 怎么办呢 现在以色列有把加沙地带 约旦和西安化的这样一种倾向 什么叫约旦和西安化呢 就是以色列控制起来 把加沙地带控制起来 我已经注意到了 以色列国内 现在一些房地产的公司 已经在设计在加沙地带 修建犹太人定居点 我们知道2005年 以色列沙龙前政府的时候 单方面撤出加沙的时候 当时在加沙地带 有9000名犹太定居者 他撤走了 那么现在又在谋划 重新建立这个犹太人定居点 我们知道约旦和西安是分布着 上百个 150个 还有一百多个非法定居点 那么现在在加沙地带 也想这样干 也就是说 以色列想长期控制加沙 这种倾向 我觉得现在还是比较明显